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10月11日,星期日 因为光线的原因呢,在视频里面 网友反映说,问我说,哎,你的左眼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我左眼怎么了,反正实际上呢 是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光线的原因 网友关心我的网友,不用担心,我谢谢大家的关心 没有问题,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我这个视频呢,想跟大家聊一下呢 报告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那就是昨天呢,又爆出来一个好消息啊 这个好消息特别特别的好,让我很非常非常的吃惊 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台积电 也取得了给华为供货的许可 供货许可,这个美国呀,我真的是 叫什么呢,怎么说他们呢 真的,就是有一句话来形容他们 他们就是叫做什么呢 敬酒不吃吃罚酒 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你说这个世界上啊 还有和中国合作更有利的事吗 对不对,还有比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 更好说话,更好合作的伙伴吗 是不是,中国人民从来就对美国非常友好 改革开放以来,你看啊 其实中国人民啊,真是非常好客 也不光是对美国很好了 其实对印度也挺好的 外来的客人呢,只要不是我们自己人 只要是外国人来了以后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友好 非常友好 我曾经呢,还看到了一个故事 就是呢,有老外他去那个 他去长城 属于那种探险吧 老外那种 他们有一种旅游哈 他并不是说 到此一游那种 说,哎,大家都喜欢到这呢 我也喜欢到这 他就是好奇 他真的是想去看一看 他并不是说 哎,我 光机光机 我爬着山 爬到山顶有一个亭子 或者有一个庙 我跟那照一张照片 然后呢 这张照片照完了以后 我光机光机 我就下来哈 回头给 在我的朋友圈里面 晒一晒一张照片 然后我这个旅游的目的 就算达成了 老外不是 老外呢 他会觉得说 哎,他在美国 可能会觉得说 哎,中国有一个万里长城 中国的万里长城什么样啊 我要到中国的万里长城 去看一看 中国的万里长城 真的是一万里吗 中国的万里长城 在巴达岭是这个样子 在嘉玉关是这个样子 那在其他的地方 是什么样子呢 我也要去看一看 那有一年呢 我就看到了有一个老外呢 他就去爬长城 他去的是一个呢 并没有修气的 没有人去的那一段长城 那他去的呢 就是那长城 修的都是比较显要的地方 对不对 他就到了那比较显要 然后又没有修气 那那个山呢 又比较陡啊 不好走啊 没有人那个 没有很多人往那走啊 自然也就没有路啊 就是很很很艰难 然后呢 这老外呢 又是冬天 就是冬不冬 秋不秋的吧 可能是那会去的 那可能是秋天啊 深秋的时候 就白天呢 还好 到了晚上呢 就很冷了 他只一帐篷呢 就没有办法 在那待着 然后呢 他就没办法 只有就半夜三更呢 从山上就下来了 下来呢 就去敲这个老百姓的门 那去敲那老百姓的门呢 哇 人家家都准备睡觉了呀 他敲开以后呢 人家那老乡 真的是特别特别热情 他去了以后呢 人家就给他那个水喝啊 给他安顿下来 然后呢 只见那家男的呢 就不见了 哎呀 过了有一两个小时 那男的才回来 说是他深更半夜的呀 跑好远的路 去买吃的回来 又给这个老外呀 又又做一桌 丰盛的菜给他吃 那老外说 中国人真热情啊 中国人就是这样的呀 对老外 真的是很热情的 那中国政府也是一样啊 中国政府说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是一个蜜月的关系 那还有 夫妻的关系 那还有这个 比夫妻更亲密的关系吗 对不对 夫妻这个关系 说实在的 就是说 你一个人哈 你成年了 你结婚了 说实在的 夫妻就是最亲近的 比父母还要亲近 对不对 比父母还要亲近 一旦成年了 结婚了 就不再跟父母 天天在一起了 天天在一起 最亲近的人 就是夫妻 那么把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形容为夫妻 你说还有这种 把你看的多亲呢 美国真的是 敬酒不吃吃罚酒 然后现在呢 打压中国 说中国有威胁他 威胁他什么呀 中国是最不想威胁任何人的 就连中国就只有一个问题想解决 就是这个台湾的回归问题 但是都要尽量不去打 对不对 所以中国是 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 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那美国呢 就千方百计打压 然后就是这个华为呢 在5G方面领先他们一点 哇这就不行了 非得把华为打死 先有说5G威胁他们的安全 5G好威胁你安全 你不要不就完了吗 还不让别人要 那你要是说5G 你不让别人要 说哎都是一个网络 我们都是通过网络来传递 传递信息的 你好像勉强说的过去 那手机又碍你事了吗 对不对 华为手机碍你事了吗 你可以说你美国人 你美国政府不要用这个华为手机 能不能解决问题 对不对 你退一万步说 你让全体美国人都不用华为手机 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就不行 华为就不能生产这手机了 对不对 真的是供货就不让供 说你都不供了 没有关系 华为自己设计芯片 自己设计操作系统 然后呢 由台积电来就 到最后就剩了这一关了 台积电给加工个芯片 不行 都不行 一概都不行 对不对 就得把华为打死 好 现在华为呢 在他这个禁令 生效之前呢 华为囤积了一些货 台积电呢 给他加工了很多货 对吧 台积电是做生意的 好吧 台积电又不是你美国的一个企业 他是做生意的 他当然是不愿意失去 华为这大蛋糕了 对不对 华为这个手机的销售量 是全世界第一的销售量 这个我不能很确定 是不是第一 我印象到好像是第一 不是第一 是第二吧 对不对 那个 然后呢 我看 我这个 有一个数字 我倒是查了一下 华为在第一季度 2020年的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不断的刷新 他的这个营业额 刷新他这个销售量的记录 那在2020年第三季度 我们现在是10月份进入第四季度 那他第三季度的数据又出来了呀 华为第三季度的这个盈利呢 是844.85亿 85亿元 又刷新了他们的记录 又大增了21.65% 看起来呢 美国要打死华为 真的是打不死 那我还 近期呢 我有一个网友 他就是华为的一位员工了 那他就说呢 他当然是这个华为那么多的员工 其中的之一 最基层干活的 当然他那些政策 高 这个 高层次的那些信息 他也不知道 他说我也从新闻里面 我说但是有一点就是 你们现在是不是没活干了 他说没有没有 没有 现在我们比以往是更忙了 现在呢工作量更大了 他是这样的呀 就是说我们从他这个工作量上 我们就知道他是有活干的呀 对不对 那还有呢 在九月 九月十六号的时候呢 中科院的院长 然后就发布了一个 发布了一个叫什么 发布一个讲话吧 他就说呢 中科院现在呢 他们的重点呢 是攻克这个芯片呀 光刻机 重点是攻克光刻机的这个难关 这是这个十六号 那十九号的时候呢 任正非就到中科院 去造访中科院 和中科院呢 来研究这些方面了 这些方面的一些合作 对吧 二十三号的时候呢 发改委 中信部 科技部 财政部 这四个部 联合发表了一个指导 叫指导意见 在这个指导意见里面呢 就是希望能够下一步 要加速的进行半导体 半导体材料的这个研究 开发制造 加速在这些方面的突破 我在前一些视频里面呢 我经常会提到 有一个叫石墨烯的那个材料 石墨烯这个材料呢 还有什么量子技术 这些材料呢 很快就会应用在这个半导体行业当中 一旦说成功了之后呢 就可以甩开那些芯片 光刻机什么的那些 那中国呢 眼瞅着 会在这方面呢 一年不行两年 两年不行三年 在不远的将来 中国会有重大突破的 那在这个时候呢 美国真的 我们从小哈 我妈经常说一句话 你就牵着不走 打着倒退 就是呢 他敬酒不吃吃罚酒 就是在这 现在呢 他就意识到了 前一阵子那个谁呀 比尔盖茨 他还说呢 他说 美国这样打压中国 打压华为 真的是赢了吗 真的是能赢吗 真的是能够起到 能够达到 美国想达到的目的吗 会不会让中国更加的崛起呢 会不会让中国加速了 加速了他们的发展呢 不是会不会的事 答案是肯定的 一定是的 一定是的 所以呢 现在美国呢 应该是纳过闷来了 而且美国的那些企业呢 他们现在失去了 这些挣钱的机会 他们也是不甘心的 这块大肥肉 眼睁睁的 我们不去拿 对不对 让别人去拿 让别人去拿 所以说呢 前一阵呢 我跟大家报告了 首先是AMD 他们拿到了供货的许可 接着是英特尔 也拿到了供货许可 那在这个 今天11号 昨天10号 9号的时候呢 台积电也拿到了 供货的许可 但是这个供货许可呢 说美国呢 还是有一个条件的 让这个台积电呢 只能给他 给华为加工成熟的产品 不能给他加工那些先进的这个产品 比如说说 比如说那个手机的SOC 也就是麒麟芯片 就是他们华为自主研究的麒麟芯片 不准给他生产 其他的可以生产 其他的有什么 我就不知道了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不是这个专业的 不是很清楚 反正总之一句话 你看啊 人家华为自己研制的 他都不让 不让给他生产 他的目的就是遏制人家华为吗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中国人先忍着 中国人的 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坚韧不拔 就有一定的韧性 有一定的韧性 那中国呢 这个 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中国解决这个问题呢 只是时间的问题 你打压吧 你就越打压 中国不会被打倒 中国反而会奋发突强 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 你等到中国 说什么都把你美国甩开的时候 你美国哭 你都来不及了 你等到你美国 你站不到中国这个大市场的红利的时候 你中国 你美国就是你完蛋的 或者走向完蛋的 那一天 就是你的那一天 我那个 昨天呀 我看到有一个 意大利的一个 一个自媒体吧 他 他一个节目 我以前没有看过他 一个年轻人 一个小伙子 然后他就说呀 他说呀 他就 说你这些 这些自媒体 说你爱国没有关系 我都能够理解 我都支持 但是呢 说你海外那些自媒体 说你天天说美国完了 美国大麻烦了 美国那个完蛋了 说你说这些 说你就太 他说这就太过分了 他说第一呢 说你当初你踏上去美国的土地的时候 你是怎么说的 你现在你身在美国 你攻击美国 你像话吗 你像话吗 我就希望你这位小伙子哈 说一个人哈 你如果是你身在美国 对美国有意见 为什么不可以说呢 为什么不可以说呢 然后呢 你最好是你去问 你和崔永元去聊一聊 崔永元还是生在中国 长在中国 那些个公知 你都跟他们去聊一聊 跟郭文贵聊一聊 对不对 他们一天到晚的 向联合美国 美国只要是制裁中国 他们就是高兴的不行了 恨不得放鞭炮来庆祝 对不对 恨不得放鞭炮来庆祝 前两天我还看到了 一个那个 就是消息哈 说有人在王府井前面 烧中国的国旗 中国政府也没有办法 说大快人心 这是一位勇士 这是造谣了 那个图片上来看呢 他的背景并不是王府井 而是台湾 在台湾烧国旗 就是说你海外的这些汉奸们 看到烧 烧国旗 然后你都高兴的不行了 对不对 我希望意大利的小伙子 你去跟他们谈一谈好不好 好不好 我们 我们说你美国那个 说你不行了 对不对 我今天的我这个观点就是 你美国这样自觉于中国市场的话 你就是走下坡路 你就是自觉于你自己的这个强大 有什么错吗 这位意大利小伙子 我是这么看的 我不可以这么说吗 不可以吗 那小伙子还说 我在意大利 我就不说意大利 你不说是你的事 好吧 为什么 你是谁 你能够管着别人的嘴 你想说什么 你就说什么 别人说什么 就说什么 对不对 我就是看不惯那些 攻击和污蔑自己祖国的人 这是什么道理 攻击和污蔑啊 你说你客观的评价一件事情 都没有关系 负面的正面的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攻击污蔑 对不对 别人污蔑中国 你就高兴 别人说美国不好 你都不乐意 你在意大利 你自己都说了 你都不了解情况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越说越生气 不说那生气的事 好吧 好 我这个视频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